OK 大家好 我是Ryo 那我們今天的話呢 又要來開箱角色 這位觀眾說呢 他已經好幾年 實際上是幾年我也沒有仔細算 不過已經好幾年沒有開這隻帳號 那想說請我來幫他挖寶一下 OK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看一下他這個帳號 裡面的角色呢 究竟有什麼 是到現在還有價值的道具 來 我們先來看一下第一隻也是他的本尊 角色名稱是愛與商愛 然後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 光看這個外觀啊 你會覺得他不像是一個非常久沒有登錄的角色 但是呢 我剛剛有先稍微了解了一下 我們先來看一下他的裝備欄呢 我覺得以裝備的話啦 其實都是現在玩家還蠻常見的 這個許願術的話 各位不曉得記不記得這個許願術的套裝活動啊 我記得有出過很多次 不過我只有印象好像是第一次出的時候呢 是要跟尤莉亞接的冬天的許願術任務 然後呢 他是可以拿到褪色的許願術葉 那要放在身上20分鐘後呢 就會變成發亮的許願術葉 那有3到5個許願術葉的話呢 就可以換銀色希望素果石 那就可以開到銀耳環啊 戒指 像最腰帶和肩膀 然後6到8個許願術葉的話呢 是換金色的飾品 那如果是9個以上的許願術葉的話呢 就可以換到這一套許願術的傳說套裝 那我記得當時啊 這一整套呢 加上這個set的效果呢 應該是那個時候最強的飾品 如果沒記錯的話 不過後來黑翼製出現之後 好像就慢慢被取代掉了 OK 那剩下的其實我覺得 應該都比較算是任務或活動道具啦 然後我們要講的是他的這個實裝的部分啦 各位看到這4顆戒指非常的眼熟 愛情加速機器 這不是什麼情侶在帶的吼 他是獲了一個愛心的特效 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是公模各家5 不過現在動不動就什麼愛爾戒啊 燃燒戒 苦行幽暗對不對 那還有戒指塞這個東西 OK 那待會我們來看一下 另一隻的點裝 我跟各位講更值錢 好 那再來看一下道具欄的部分 上一支影片講過的這個 桂冠和獎杯武器 然後好像沒了 欸這個沒有拿去生命龍太可惜了吧 好 然後消耗品的話呢 我看到了高級服務票券 練等神器啊 現在已經絕版啦 我記得之前商城有賣這個高等服務票券的時候 我還跑去拿那個專屬武器 不過現在已經沒在賣啦 OK 剩下的話都是比較常見 那我們來去購物商城看看好了 商城的話呢 好像都是聖誕套裝 哎呦啦 這個高效能喇叭 現在買不到了好不好 還挺珍貴的 這以前可是隨機箱 抽到爛掉啊 然後還有 喔 我看到兩個非常有價值的東西 時裝鐵針啊 現在算是暫時性的稀有啊 目前的話呢 是拿不到的 OK 然後 四周年氣球 四周年是幾年前的啊 還有一個幼幽幽圈 這一支影片的那一位玩家也是兩個幽幽圈號 然後他有小惡魔的裝備 結果沒有小惡魔 然後還有刀劍神域的石裝 然後這一個 這怎麼沒有名字 咦 這樣已經沒有名字的裝備 好 那我們去看看下一隻角色 OK 那基本上他的東西呢 都是集中在這兩隻 所以我們今天的話呢 就看這兩隻就好了 然後 我決定啊 最後再給你們看他的點裝 他的點裝呢 應該是這個賬號 最值錢的部分好不好 我們現在看一下裝備欄的部分 我覺得有很多 看起來都好像是 之前解任務可以拿到的 不過 其實我自己也沒在解任務啊 所以我也不太清楚 還有一個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之前應該是超級稀有的 我是幸運兒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消耗欄的話 又是滿滿的高級服務啊 然後 制服交換券 這個是之前的活動嗎 有沒有人知道的 可以在下面留言一下 這個我沒跟到是不是 我沒有印象 OK 那看了一下 其他欄好像沒什麼東西 好 這一隻的椅子比較多喔 我們來看一下有沒有什麼特別一點的 來 那我們看一下特殊欄的話 喔 我發現寵物都在這邊啊 全部的寵物都在這邊 雖然說全部都過期了 欸 有永久經驗寵耶 而且我記得沒錯的話 小惡魔好像價格也不便宜啊 拿去給他變永久了對不對 一尾活龍 好不好 OK 那特殊的話 我覺得就寵物比較值錢啦 然後 時裝的部分呢 真代幣絲魂 他裝備的是這個 神代幣絲魂 好 我們來給各位看一下 他的時裝的部分好不好 因為他的裝備的話呢 我覺得 除了這個香腸水比較性感一點 剩下的應該都是比較常見的 然後 我得說啊 他幾乎好幾隻角色呢 都看得到刀劍神律的影子 所以我在想他應該是一個刀劍迷啦 然後這個獻金道具的部分呢 各位 先來一個 家屬性的 歐洛拉戒指 三顆 然後這個是友情戒指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我們剛看到的 神代幣絲魂 這個全屬性加十五 公模各加十五的這個帽子啊 我剛查的話呢 好像是冷清扣 兩千塊左右 然後有一個 武士象徵 這個是耳環的齁 我查的話比較便宜一點 大概五百塊左右 那再來就是他的衣服啊 上級同仁套服有沒有 我就說他一定是刀劍迷 標誌性的黑色大衣 全屬加五 然後公模加十 然後我查了一下呢 除了同仁的手套超級貴 這個外套的話呢 我是沒有查到有人在賣的 所以這個價格我也不清楚 那如果你知道的話呢 歡迎留言告訴我一下 因為我查到上級同仁的手套呢 價格最便宜的話是六千塊 不過外套的話我就沒有查到了 能量光劍的話也挺便宜的 五百塊左右 然後是 全屬加十 公模加十的 真生命的鞋子 這個價值不菲啊 兩千多塊 將近三千塊啊 他光這一套實裝啊 價格就相當昂貴啦 然後這個是 蒼穹之翼 他是用鐵的 我以為是結衣披風耶 公模加十五 我查的話是一千兩百塊左右 所以這樣加起來呢 加加總總我覺得 應該也 應該也快萬了吧 欸我發現他有一個我非常想要的 希格諾斯的圖騰 希望之後還會再出這個活動 OK那基本上商城是相連的吼 我就不再去看了 然後倉庫的話呢 因為要密碼 我沒有特別問 所以我們就不看倉庫了 那最主要啊 是要給各位看一下 我那個時候開上來的時候看到的這一套實裝 我真的覺得 有超多都是 相當有價值的實裝 OK那我們開箱影片的最後呢 要來跟各位分享這一顆非常有意義的叫做 不知道放棄的愛情戒指 這邊要告訴看影片的觀眾啊 假設你是告白了五次失敗也不知道屈服的人呢 那非常恭喜你啊 你在失敗五次 你就是告白十次失敗的男子漢了 好不好 哈囉那我是Rio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訂閱 按讚分享 留下按讚 記得幫我追蹤一下 那非常感謝這位觀眾 讓我開他的帳號上來 我覺得呢 光是看到這一整套的實裝啊 我就非常的吃驚了 那如果你們有在影片中看到什麼 你們非常有印象 但是我沒有講到 沒有提出來的東西呢 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跟我分享 那我是Rio 我們就下次見囉 大家 掰掰 各位 我剛剛在 挖他其他隻角色的時候呢 我發現了這個實裝 傳說熱氣球 紀念風之谷 62萬名同時上線者的氣球 現在要是62萬名同時在線 伺服器保證炸裂 我們在其他伺服器呢 發現了 魚怪召喚包 這個就是我們之前 之前有介紹過的召喚包 然後是在練等的時候啊 會用到的 釣魚可以釣到的 那我們來召喚一隻給各位看好不好 那個 突然大魚 各位 使用後可能會有意想不到的後果 造成無法想像的傷害 怎麼講的這麼嚴重嘛 我們召喚一隻看看 有沒有各位 各位看到這個有沒有超懷念 魚怪啊 然後 這個香腸嘴 這個眼睛 我的天啊 這個之前的話 真的是拿來練等用的啊 很多人都會賣這個 釣魚釣到的魚怪召喚包 然後練等用 因為這個在當時啊 這一隻怪物呢 就是吃下經驗家背後 經驗相當相當豐富好不好 有錢人練等的一大捷徑